哈囉 我是Nita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沒有要教任何東西 就只是純粹 因為有看到YouTube上有還蠻多YouTuber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個主題就是 全程呢不用任何的刷子 然後完成我整張臉的妝容 其實有點害怕 因為我還蠻依賴刷子的 所以其實如果沒有刷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怎麼畫 任何的妝啊什麼眉毛那些 所以全部都是用手指頭畫 也不能用海綿 所以不囉嗦我們就直接趕快開始吧 我先使用的是ZEA的潤色CC 它其實是算是CCSRONG 但是我其實都把它算是校色用 因為有時候真的沒有什麼要化妝的時候 它還蠻就可以直接當一個底 然後很薄透 然後可以改善我的膚色 這邊用手我覺得都還很簡單 但我等一下真的沒辦法想像 如果是用手指頭畫眼睛或眉毛 再來我用的是HOLA的HONEY 你可能還要用手指頭嗎 好 我思考一下怎麼用 好像是用ALA2的 PROFACE的CREAMY NATURAL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沒有帶刷子 的話 我應該真的也是這樣子用 可是通常都會有一些 都會有幾支刷具在身上 真的沒有這樣子用手指頭定妝 再來我用的是HOLA MIMI的2號色盤遮瑕 調了一下相機 所以剛剛也斷掉 然後我現在回來在這裡 我覺得光是用手指頭定妝就要定老半天 就目前我也一直看起來 我的臉的底妝就是 有點厚 有點不拒絕 化妝家人的眉膠 它只有一點顏色 然後我會先擠在上面 好難用喔 真的沒有刷子真的不行 我好想用刷子喔 我怎麼畫阿 我指甲有點短欸 我覺得我眉毛畫得很快 可是用手指頭畫的話 我應該畫20分鐘後還沒畫完吧 我在想 我手在抖 Oh my god 好 算了 我說真的 不管 我就是能先畫 然後看怎麼樣 再做調整吧 我實在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沒有刷子要化妝這件事情 刷子對我來說真的太重要了 好了 真的不可以再 捉摸在這裡了 我要進去下一支眉毛了 第一次畫的眉毛好痛苦喔 你可以看一下我現在手裡找得多髒嗎 看不慣看不慣阿 處理桌看不慣好不舒服喔 好了 我先用這個顏色打體 再眼窩 我覺得左手 畫右 畫左邊比較順 所以我們現在就拿一個 同時一起畫 然後中指稍微暈過來 我加強一下刷眼皮髒乾的時候的厚度 所以 是用白色 用紫色好了 在尾巴去暈 這有沾到東西嗎 這有沾到其他顏色的順 像這樣子 到底沾到什麼樣 左手 畫左邊 這時候左手就很乖 不是在講錯話 這時候左手就可以幫不住到 平常都是慣用左右手在畫 左手就幫不上我 啊 好煩喔 我手現在好髒喔 先擦乾淨我的手 是咖啡色 然後我沾在指甲上 然後我換下眼影 我化妝好像都不會拉人中的 我用手指的話 我就會大拉人中 不知道為什麼 我用Maybelline的 然後沾在指甲上 好 好像沒有很均勻 越來越化越粗了 這感覺 很難耶 沒有刷子真的沒辦法化妝 以前還不會化妝的時候 真的都是用手 希望不會錯到我自己 我用這個顏色 用手指吐去暈開它 用這個顏色做體諒 小蜜子出動 倒過來 YES 化妝髮都這樣 也真是夠了 啊 好修一下我的眉毛 而且眉毛真的好奇怪喔 回到遮瑕的部分 修是邊邊 然後用指甲 兩邊的型是不同的耶 看得出來嗎 真的比較 真的比較弧度 因為要用手 也沒辦法用睫毛夾 所以我要用指甲跟指腹的方式 讓我的睫毛變翹 因為我們不像外國人 睫毛那麼長 或是那麼翹 所以呢 只能用這個方式 讓我的睫毛翹一點 這是唯一方法 其實還蠻多次就是出門 出遠門或什麼 我忘了帶睫毛夾 然後這真的是我的 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 我好像都沒有這樣用過 但是我以後應該可以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自己睫毛變翹一點 然後自己睫毛變翹一點 咦 我怎麼沒有想到 睫毛有翹欸 有沒有 接下來呢 就是 修容腮紅跟打亮 我用Frowland的這個顏色 做鼻影修容 哇 下手太重了 這幫我修容色 這幫我修容色 是SUVABYP的那個白色 OK 因為呢是用手指頭 所以為了要讓你們看得清楚 所以我不用顏色 我說不用一個亮色 然後我用的是 LAGIRL的霧面唇膏 叫Manic 821 所以應該是難倒我的 而且我要上飽盒的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很OK的 可是其實仔細看 邊邊是 鼓鼓的 其實我覺得 整體來說 不差欸 當然要注意細節的話 比如說眼線啊 因為眼線的話 我是用眼線衣然後去沾 所以 沒有這麼的飽盒 所以還有一點點空洞 還有嘴巴 全部的妝容 用手指頭畫 應該是成功吧 在下面留言可以跟我說 你覺得我畫的妝怎樣 然後如果 你們有空 你可以在家試試看 玩玩看 其實這個 這個主題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就是 好像是看到一個黑人分享的 然後大家就開始在分享 在玩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就會想說 欸我也來試試看好了 大家記得在下面可以留言跟我說 你覺得 這次的主題如何 然後在下面告訴我 你的想法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